如果你在健身房看到女孩被气坛压倒,你会上前帮忙吗? 前段时间美国闹了一个笑话,一名女子举高龄失误不小心被压倒,她求助了半个多小时,结果身旁的男孩直到没有听到,直到她把一旁的手机关着,男孩才走上前将她拉起,你可能会觉得男孩冷漠,但其实她的做法是最正确。 要知道在美国经常会有女孩钓鱼脂肪,比如故意打扮得很露,或者露出半个胸部上前跟你搭话,你只要一个眼神不顿,她反手就告你性骚扰。 在健身房这种事情发生的最多,经常会有女孩脱衣服,或者故意发出古怪声音,甚至是在一个器材做几个小时,只要有男人被吸引偷看她意义,那等待她的就是一张性骚扰传票,甚至有女孩干脆拿手机直播,把身旁所有男性的脸都录影,只要有人看自己,她就会拿手机视频上前威胁,由于欧美的女性都很团结,所以这种无告几乎是一告一个准,团结到什么地步呢? 拿个真实案例距离,这个盲人小哥在健身房断裂,却被女路人凭空打了一发掌,由于是盲人小哥偷看她。 即便是盲人小哥拿出自己的盲人证,女路人也一样不云不饶。 最终的结果,电视盲人小哥被迫道歉。 女路人随手赚了一大笔热度跟前,这麻人都能性骚扰女性,更别说健康正常的路人小哥了,所以欧美的健身房人人自卫,只要有女人路过全都结伴离开,毕竟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女孩当空气,哪怕她现在背弃踩压住也不顾不为。